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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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二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妻子离他而去 二十年后又是因为什么让他要坚决了断这场有名无实的婚姻的呢 说起二十年前的那段婚姻 欧广如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失落起来了 他说自己的这个身世非常坎坎坷是个不折不扣的苦命人 九岁那年父亲去世 十岁的时候由于右腿生病没治好 落下了残疾至今走路都一圈一轨 这就使得他一辈子都做不了重活 在农村也就不受人重视 打了半辈子光棍 而一九九二年的时候呢 他似乎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经朋友介绍 当时已经五十岁的他 认识了一名自称广西籍的二十九岁的女子 也就是李东英 俩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谈婚论嫁了 在还没有闪婚这个词的年代 他们从认识到结婚 仅仅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我没什么考虑 只要说中一时 我们时期就通议了 不过当时李东英并没有携带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 只有一张由广西贺县不头镇大唐村公所 开具的这个婚姻状况证明 证明上显示了其出生日期 以及婚姻状况为丧偶 就这样 欧广荣和李东英 在1992年的2月22日 完成了婚姻登记 当时我很努力 做家务 帮我手搅米 当时我都跟我大佬 说 就不用考虑我一切 回忆起婚后的生活 如今的欧广如不仅都会露出一丝笑容 一直以来欧广如因为身体的残疾 总免不了有些自卑 突然多了一个知冷知暖的家里人 让他心里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他本以为这样平淡幸福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 其实李东英突然对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其实欧广如也巴不得李东英早点把户口签过来 和他一起携手到老 所以当时他二话没说 就把自己急需多年存下的九千块钱 打给了李东英 让他回老家办手续 九千块钱在当时可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当时那里的村干户一个月的工资才九十块 可如此的一片真心换来的是什么呢 李东英这一走啊 就是足足二十年都没有回来 起初呢欧广如还担心妻子遇上了什么不测 天天站在村口是翘手期盼 而村里其他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是不忍心点破他而已 而妻子李东英走后 欧广如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 一个人的屋子空空荡荡 墙上的挂钟也停止了走动 沮丧了他后来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放弃了等待 也放弃了对家庭的渴望 我自己认为就是一个走后一个月 都没有信息 我认为仇骗上当 那个自己的灰心都没什么考虑一切 被李东英先欺骗后抛弃 欧广如是心灰意冷 他也不找李东英 也不报警 就这么一个人独自在老宅子里生活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的孤独和冷清 我们可想而知 那既然这二十年他都一个人挺过来了 怎么突然在七十岁的时候又想起了医药结婚 并且结束过去那桩婚姻呢 其实这些年呢也不乏有人给欧广如介绍对象 但是被欺骗过的欧广如啊 一度心如死灰 关上了新闻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 欧广如也一天天的变老 从前可以自理的生活 现在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省钱省事 那经常是做一顿饭 吃上两天 饭菜馊了 也将就咽下去 有几次病了 晕倒在家 也没人知道 自从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之后呢 欧广如也深深的感觉到了孤独和无助 慢慢的心底里呢 被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渴望 又蔓延开来了 他几十岁了 又想找一个盘来救过 因为有时候什么病痛 谁都没有人知道 村民们听说了 还真的就又帮他留意起来了 几年前有人给欧广如 介绍了一个年纪 与他相仿的老太太 两个人呢还谈得挺来的 老太太特意到他们家去看了 但是了解到欧广如 竟然是个有妇之夫之后 那气子再也不肯来了 那段夭折的黄昏恋 严重刺激了欧广如 他越发觉得当初太容易轻信他人 除了一张结婚证 竟然没有留下妻子李东英的任何信息 甚至连妻子娘家的这个具体地址都不知道 此后呢 他经常向这个村委会的干部求助 并且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希望能够从这场有名无实的婚姻当中解脱出来 可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相关部门的回复是 欧广如与李东英是自愿 并且亲自到婚姻登记处登记的 登记资料要件齐全 真实程序合法 他的婚姻是受法律保护的 不能宣告无效 如果找不到妻子李东英 他可以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或者申请宣告李东英失踪死亡 无奈之下 欧广如呢也只有走这条路 由于李东英的户籍地是在广西的贺州市 按照相关规定 案件很快就被移送到了广西当地法院 可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很快广西那边竟然把这案件给推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自己上所反应的那个人是找不到 在这个村里面找不到 原来在广西当地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李东英的这个身份信息啊 是虚假的 辖区内查无此人 找不到女方 协议离婚的自然就无法达成了 得知此事之后 欧广如气的是欺窍生间 原来自己不但被骗了 还有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 结了二十年的婚 这李东英根本就是个假名字 假身份 二十年前 人家就是冲着你的钱来的 随便取了个名 李东英或者李春英 李夏英有个姓你就行 不过虽然这名字是假的 可人是活人 结婚手续是合法的 现在的欧广如要离婚 就必须得跟那个李东英一块去办 找不到人就得起诉 可是法院又说了 你不能起诉一个不存在的人 这就让欧广如彻底为难了 难道这犹如噩梦一般困扰了他 二十年的婚姻就真的剪不断 也离不掉了吗 刚才我们知道 家住广东佛山的欧广如老人 二十年前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 他广西籍的妻子李东英 在和他结婚登记两个月之后 卷走了他大部分的急需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二十年后 由于身体原因的欧广如想要再找个老伴 可是别人知道他既没有离婚 也没有丧 我都躲着他远远的 这也让他迫切的想要从原来那场 有名无实的婚姻当中解脱出来 可是现在的问题来了 他起诉到法院 法院经过调查 李东英却是个虚假身份 欧广如根本就没办法和他协议离婚 或者通过法院诉讼离婚 不过李东英查顾此人的调查结果 却让欧广如更加坚定了要解除婚姻的决心 报办三七二十一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他再次向高明区民政局递交了申请书 要求撤销婚姻登记 我觉得希望开出你的温欲之后 或者我找到个女朋友都好 有人都照顾我 是啊 按照平常人的理解 这欧老婆既然是跟一个虚假身份的人登记结婚了 那这个结婚登记是不是也应该是无效的 可能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二零一四年四月 当地民政局回韩了 再一次拒绝了欧广如的请求 那么民政局依据的婚姻登记条例是什么呢 还通俗的来讲 里边是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男女双方如果要办理离婚登记 你们得两人一块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手续 而且千万得记得带上本人的那户口本 身份证 结婚证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 两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这离婚协议书的内容 得包括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 以及对子女抚养 财产 还有债务处理等各种事项的一致的意见 如果没有这份离婚协议书呢 按规定 婚姻登记机关完全可以报于收礼 显然欧广如连妻子的人都找不到 那离婚协议书又从何谈起呢 但是欧广如也提出来了 当年妻子是以李东英这个虚假身份 和自个儿结的婚 这个民政部门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作为登记部门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计真的这个手段 去甄别这个材料的真伪 更何况就是说他是在92年当时登记的 民政局认为不是他们的责任 而欧广如协议坚持认为李东英是个虚假的身份 目的在于骗婚 当年为了婚姻登记 他提交了虚假的证明 而这民政局呢通过了审查 这就说明当年婚姻机关把关不严 所以民政局应该为此负责任 2014年4月15号 欧广如就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有些怪奇的举动 他以这个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 起诉了当地的这个高明区民政局 并且请求撤销他与李东英的结婚登记 对此呢通理的其他人呢也都很支持 在法律方面也可以引用其他的方法去把它解决 不可能让他永远存在那个名传死亡的婚人在这里 或许对于欧广如来说呢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2014年5月13号 为了调查李东英的信息 高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亲自前往广西贺州市公安局 八部分局护证管理大队进行了取证 在户籍信息网里头将李东英的信息展开搜索 进行逐一比对分析 而得到的结论依旧是查无测人 只有相片是真的 其他的东西都是拿别人的信息来找出来的 事实的结果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20年前是由于没有仔细的核实身份 欧广如的确掉入了一场婚姻陷阱之中 那么经历了20年孤独的等待 他能够如愿以偿的摆脱这个结不了婚的尴尬局面吗 出人意料的是本以为会为自己辩驳一番的这个高明区民政局 却表现相当的积极友善 他们一再表示当初拒绝欧广如的这个离婚申请 那也实属无奈 即使做被告了 那我们也是积极配合 去积极地去面对 我们的出发点呢 也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司法的程序 能够最终比较好的帮他帮欧国解决了这个实际的问题 的确能够合理的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2014年8月15号 这个案子有了终审判决 高明区人民法院认定 1992年的那个婚姻登记啊 存在瑕疵 因此呢 撤销了欧广如与李东英的婚姻登记 据说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欧广如长叹了一口气啊 近两年来 他为了离婚上下奔波多方求助 此时呢 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也突然有了一种从获自由的感觉 尽管回到自家的老宅子里 目前他还是一个人 但是就未来的每天来说 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可能了 你看欧老伯享受了20年婚内单身的待遇 现在他终于获得了单身的名义了 欧老伯70岁了 折腾了一圈 就为了跟一个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离婚 值得吗 值得不值得 别人说了不算 欧老伯自个儿最有发言权 这叫吃一欠 长一智 欧老伯总算知道了 不好好登记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除了已经觉醒的欧老伯 民政部门其实也不错 有错就改 法院的也是违法必究 什么叫法治社会 不就是 不管过程多曲折 总会有一个礼 还给你嘛 好了 说完欧老伯呢 我们再来说说那个李东英 您不要感觉到奇怪 李东英不是个假名字 他不是已经找不到了吗 虽然李东英是找不到了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像李东英这样的人 可不仅仅只存在于20年前 这几年我们也经常能够在新闻里头看到 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安慰设县呢 就爆出过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对新人正准备在民政局登镜结婚的时候 新娘呢 却被守候多时的民警带走了 把当时的新郎弄得是一愣一愣 这位就是被带走的新娘光某 她是云南省永平县人 生于1989年 只读了两年小学 当时呢 她正准备跟一位姓李的男子成婚 幸亏民警及时赶到 把她带走了 因为警察发现 几个月圈 她和云南大理的一位姓段的男子 就已经结过婚了 什么时候来这边的 还是现在这边的 四月 四月关是吧 过来是做什么 过来是见人的 结婚 你在这之前是得一个人 在报告结婚的 那怎么还可以跟别人结婚 那里她对我不好 我把她钱花给她呢 光某说云南那位姓段的男子 对她不好 可是据了解 云南的段先生光聘礼 就给了她三万两千块 拿了钱之后 光某很快以感情不合为由 出走 经别人介绍 在安徽设县深山区的这个街口镇 又与当地的村民李某相亲 在与李某相识的半年多的时间里 以抚养费为借口 她先后要求李某多次给她的家人 汇钱 而云南那位段先生发现事情不对劲 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云南警方很快就把光某列为网上通缉犯 索性 涉嫌这边的民警接到消息之后 立刻组织摸牌 查出了光某的行踪 光某原形毕露之后呢 也承认自己曾经通过以申许婚的方式 参与过婚姻诈骗 而警方通过这件事 也再次提醒大家 选择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在这里呢 我要告急 广大农村 特别是边缘三村 这些单身的 寄居成家的男青年 一定要提高 警惕 防止了这个婚姻诈骗 特别是韩旧生 给你到外地介绍老婆 就更要提高警惕 免得了 人财连空 其实从2012年起呢 我们国家就开始实施了婚姻登记的联网 这意味着过去难以防范的异地骗婚的制度漏洞 被填补了大半 也在很大程度上 给不法分子震慑 但是要彻底杜绝死灵现象的发生 还需要我们广大老百姓的进一步加强防范意识 其实不法分子的伎俩和招数并不高明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时候一个电话就可以查清对方的身份 即使是跨国女子 也可以向国家有关的出入境组织核实 可是由于一些单身汉娶媳妇心切 并不到民政部门登记 被骗之后呢 又往往自认倒霉 于是就给坏人以可乘之机 给案件侦破 带来了难度 如果司法部门能够多一些法律宣传 让他们稍微多一点法律常识 复联组织的多位单身汉前线搭桥 为他们解决成家之忧 民政部门多加强婚姻登记管理 从源头上进行把关 这种陪了夫人又舍兵的悲剧 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由我们江西卫视 重磅打到的中国首大明星旅行 亲情孝道真人秀 声明力蛋白质粉 带着爸妈去旅行 每周日晚九点一刻 在江西卫视热播 别忘了和爸妈妈一起收看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 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